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5日 行政會議逢星期二早上開例會 開會前很多市民團體向特首和行會成員 請願申訴遞交一些請願信 特首和行會成員在入會議地點前 停下接收或者簡單談兩句 這真是殖民地年代已經常見的景象 無論是之前的總督 港督 或者之後的不同的特首 1997年之後 市民在行會前請願也安排不變 官員放下身段直接聆聽市民的訴求 官民互動只是看到好處 看不到有什麼壞處或者有什麼問題 前特首林鄭月娥五年管治就真的徹底失敗了 但是在她上任沒多久 2017年上任了幾個月而已 有一個星期日她放假 回到特首辦工作期間 有一班患了脊椎肌肉萎縮症的患者 去請願 當時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陪同 林鄭在大閘開門出來見一些請願者 大家聊天 不少人雖然都相當痛恨這個林鄭月娥 但是對這件小事都會仍然覺得是做了一件好事 2020年3月 當時行政長官辦公室就說 因為疫情嚴峻 或者減少群組聚責 就暫停特首在這個行會前接收這個請願信的安排 疫情現在就一早就已經結束了 官員還天天說服償 但是行會請願這個安排一直都沒有服償 特首李家超今早還說得清楚了 現在這個行會前就不會再安排接這個請願信 李家超的解釋就是這樣的 就說現在市民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將意見向政府反映 包括信件、電郵、電話等等 他自己也都經常落區 官員也都會主動接觸市民 認為不需要特別安排一個環節 在行會之前舉行 他就說如果有任何意見可以直接表達 任何情況之下向他遞交 收到的意見都會研究和處理 這些是不是2020年3月之前沒有的呢 2020年3月之前 為什麼又一直有一些這樣的 直接收取請願信的安排呢 表面上他這樣的解釋 好像有些少少道理 因為的確現代社會科技都很進步了 市民透過不同的渠道 E-mail 或者寫信 錄個電話音 打個電話 向官員表達意見 或者是申訴請願 又不可以說是沒有渠道的 市民向特首在行會之前請願 亦都是其中一個形式 看不到說有一些很實際的重要性 意思就是不代表你行會前請願 就代表官員一定會優先處理你這個請願 或者訴求 或者是作一些特別的安排 而實際上也是 行會之前也都有各種各樣不同人士 請願 大大小小的事 有時多到媒體都不是說特別會 留意也都未必會 每一宗都做一些的報道 所以 取消這個接收請願安排 表面上看來都是一些小事 無關痛癢 因為沒有了也不是說一定不行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 為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說 為什麼市民對特首 有些政府觀感有所謂好壞呢 除了說 政府的施政成效 很簡單 經濟搞得好 人人又公開 收入又增加 這些就是客觀的因素 但是官員親身接受請願 這些就好像是小事 但是 往往呢 其實 公眾對政府 怎麼處理一些 一點一滴的小事 日積月 日積月內 其實就變成了大事 形成了一些的觀感 要 改變 實際上也都不容易 要時間 特首自動放棄了這種 直接接收請願 其實從官民角度來說 可以這麼說 只見樹木 不見森林 現代社會通訊發達 越多的溝通的渠道 並不代表說 其實可以減少 或者說不再需要這種 直接的 官民的接觸和溝通 事實上就剛剛相反 更加需要這些 很直接的 很基本的一些 接觸溝通 假如掌權者希望 真是拉近和民眾距離的話 最後效的方法 實際上就是接觸對話 行會請願 我們日常會見到常見 其實就是象徵了一個社會 它是怎樣去處理一些 有爭議的事 無論就是一些 某些病人 他們的一些權益 或者一些大的政策 房屋土地等等 一些社會上大大小小的事 一些關注那件事 受影響人士那件事 在陽光之下公開申訴 向特首行會成員 直接表達訴求 然後那些官員 又會親自接收 整個官民互動過程 就是一種這樣的 公開之下進行 傳媒在現場拍攝 報道 有些議題 跟進採訪 一件事就是這樣 可能社會不是特別留意 某一些人 他們的訴求 因為公眾開始關注 媒體報道 議員跟進 政府的官員就要去回應 去處理 這個其實就是 一個正常的社會 去怎樣去運作 去處理一些爭議的事 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樣說 行會請願是整個香港 一個開放社會的一個象徵 今天就被一些官員 視為可有可無 這個其實就是 設施了一下 李家超上台以來 政府在管治思維和方式 都出現了一些翻天覆地的變化 官員和社會由開放走向封閉 遊行示威被消失 實際上也都是反映了同一個 同一個趨勢 李家超上台以來 表面上官員落區活動就增加 他自己日前也都分別 所謂落區了 停取市民對先進報告的一些意見 表面上就主動接觸市民 但是魔鬼在細節 用回落區聽先進報告意見的例子 傳媒都報導出來了 一些出席的市民 其實都是由該區的民政事務處 即是官員邀請 屬於那些所謂經選過的一些市民 落區所謂落區所聽到的 亦都是一些可以預計得到 預測得到的一些聲音 不是真正的落區 不是真正的接觸市民 取消接收這個請願的這個決定 反映了同一種 公園的一種心態 就是說 並不願意 真的以完全開放這樣的態度 聽取社會上不同人 各種的一些請願 投訴抗議的聲音 不想面對真正的民意 而只是願意聽的一些民意 三年前不搞這個接收請願信 當時就說害怕疫情 現在疫情就沒有了 其實就害怕什麼呢 是不是害怕某些市民呢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和支持 拜拜